MSTORE X SPARMAX 出的 TC610H 同樣是 AUTO ONOFF 4060 雖然是單頭 但這部機的 Airflow 能達到 23-28 LPM 適合做什麼呢? 適合搏一些 0.5噴筆 可以噴大範圍 它的供氣量會穩定沒有氣缸的氣泵 這支泵有 2.5L 的氣缸 當它穿機的時候 機頭就會打氣落氣缸 氣缸充滿氣之後 其實泵就不會走 大概如果駁一支 0.3 口徑的噴筆 可以噴到 3-40 秒 泵才再走一次 所以它比較靜 而且這個水格可以做到雙出 同一時間你可以駁兩條喉 駁兩支噴筆 如果兩支 0.3 噴筆一齊使用的話 它都能夠提供足夠的氣量 這些有氣缸的泵 平時用的時候 我們就要留意它的水格位置 水格位置如果用到差不多 看到有淡水的話 我們就將這粒向上推一推 向上推一推的時候 它就將這裏的水排出來 另外它跟沒有氣缸的氣泵 另外有一個分別 就是你缸底這粒螺絲 你一個月要另一次出來 將氣缸裡面的積水放出來 避免氣缸會生瘦 用完之後 這些有氣缸的泵 我們就關機 這樣你要將氣缸裡面的空氣 放出來 我們通常可以用水格這粒的放 或者我們扭鬆條喉這個位置 然後壓一壓條喉 讓它的空氣慢慢在這裏流出來 流到沒有聲音 那你就可以收工了